到底還要多久才能夠結束買房子的噩夢啊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阿倫 對 買房子啊 距離上次跟大家報告買房子的時候 應該是有兩三個禮拜之前了吧 然後最近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不過在分享我在買房之前呢 相信目前大家現在待在家裡面 已經大概超過一個多月了嘛 然後不知道現在大家心情上什麼樣子呢 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點習慣了這種生活 還是說你現在覺得越來越不安 然後每天都在看到一些那種 每天確診人數的消息 大家是不是已經有那種 越來越不安待不住的感覺呢 在這邊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稍微的冷靜一下 然後靜下心來 因為大家現在目前所經歷的這些呢 在去年的時候的日本這邊呢 一樣是有經歷過的 所以我應該算是過來人的身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現在目前的心路歷程 然後當然因為現在在家裡面呆久了 然後之前有些學校都開始 全部都遠距離教學嘛 已經直接延到就是直接放暑假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相信在家裡面的家長 應該也是也處於一種快要崩潰…的感覺 然後我周遭的朋友 就是有小孩的朋友們 他們也是有種處於快要崩潰邊緣的感覺啦 然後在這邊我希望能夠大家繼續加油 繼續下去 然後雖然說現在切換這種生活形態 大家應該會不太習慣了 不過我覺得慢慢的大家會找到 就是在這種在家裡面 疫情在家時期的一種生活的方式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你也可以多多 比如說網上看看一些劇啊 或者是有窗戶的話 你可以打開窗戶好好的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 以前平常不會沒有發現到一些事情 也許也是還滿不錯的 然後在這段時間真的就是要調適自己的心情 然後加油 然後大家一起要努力撐過這一段時間 然後接下來希望疫苗都能夠趕快到位 我收到疫苗我到現在也還不能打疫苗 我現在目前是住在東京嘛 然後我大概是需要等到6月底 我們的區公所才會寄通知書給我們 然後我們收到通知書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去上網預約 所以最快的話也許是7月中或7月底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打到疫苗啦 所以說請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真的要出門的話記得 勤洗手 戴好口罩喔 好 那現在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最主要的一個正題 就是買房子 就結論來講呢 我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我是還沒有買到房子的 好慘啊 然後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就是拍影片 就是去那個買房子碰到的一些事情嘛 然後買不到房子 然後最近其實有一件事情 我已經幾乎是已經快要買到了 先讓我揮揮道來 讓大家知道說我最近買房子碰到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那從上次之前到目前為止 我幾乎每個禮拜的六日呢 我都會跟小米去看房子 然後平日的話 我們也都會在網路上去搜尋一些 關於房子的一些資訊啊 然後有興趣的我們就會丟 丟升起 比較迫切的話我可能就會 平日的時候我可能就會先去看 然後假日的時候再帶小米去看一次 然後在前一陣子呢 我們碰到了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非常讚 雖然說它的車站並不是什麼大站 但是它距離某一個大站只需要一站的距離 而且那一戶物件它是一次蓋四洞 因為像小社區一樣的那種感覺 它距離最近的車站你走路只要三分鐘 走路只要三分鐘 而且它距離走路你到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比較繁華的那個站 如果你真的硬要走路的話呢 也是只要走12分鐘就會到了 說實話是一個條件 整體來講都非常不錯的一個物件 而且那個時候它的售價也還算合理價 應該算是被炒起來之前的價格 所以我那次看到其實我跟小米都很興奮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預約 這個東西一定要趕快去想 因為就我們自己的 沿路下來的這種經驗來講 我們覺得目前日本的房地產 因為很活絡嘛 房市很活絡 所以說你碰到喜歡的 真的你要趕快去接下 趕快去詢問 趕快去看房子 趕快決定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它發售的前三天 它正式發售的前三天 它的消息就先出來了 我們那時候就先上網去預約了 說到現在這個 馬上就又有看房子了 馬上又有打電話來了 這個等一下再去接它好了 先不接 然後就說到 那個時候我們在它的發售日的前三天 我們就看到它的訊息 然後我們就馬上預約 然後它那個時候是6月 假設好了是6月10號 假設是6月10號開始販賣好 我們大概6月7號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寫信去詢問說 我們有興趣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房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那個網路上的系統 是可以自己選日期的 然後那時候一看說 它明明是6月10號開始正式販賣 但是它可以選6月9號耶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能早去當然就早去 就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去也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了6月9號 然後就網路上去跟他們做一個申請 就說我想要見學 我想要去限地看看 然後後來隔天他那個人就回信了 然後他回信給我的內容是說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他們10號才開始販賣的關係 所以說 雖然說我剩定是9號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呢 有空的時間是11號 就6月11號 6月10號發售當天是已經 目前看房的人都已經滿了 但是呢 6月11號還有一個下午2點的位置喔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我就預約那個時間好了 因為就剩下那個時間是最快能夠去看的 然後我就預約了 然後等於是我去看的時候呢是發售日的第二天 對 然後後來呢我們 因為也是很好奇那個到底是怎樣 也很擔心說是不是到時候一看了馬上就會被賣掉 所以我們在6月10號 當天呢其實我們也有去周圍看一下環境 附近的環境 然後等到6月11號呢 我們才去正式的跟那個不動產人做一個見面 對 又要開始講那個慘劇的事情 是什麼樣悲慘的事情 就是我們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6月11號到了現場之後呢 我們碰到那個不動產的人 然後就跟他打招呼啊 你好…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我們有興趣的是哪一棟 因為我剛才有說嘛 它是一次四棟一起開 1234棟 然後我可能就 我跟他講說 我可能我有興趣的是三號 三號棟 然後他說啊 不好意思現在這個 這邊只剩下四號棟 還沒有被買走 然後其他都已經買走 只剩下一棟 然後他說啊 只剩下一棟了 今天不是發售日是第二天嗎 為什麼只剩下一棟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心裡面有點慌張 然後心裡面又有一點覺得 這是不是又是不動產的畫素 不過因為之前已經有過那種 過於相信是不動產的畫素 所以就因此而錯失良機的情況嘛 所以說我們那次就比較撐得住氣 我們就說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樣先看 說不定能夠看到 因為它是還是還沒有蓋起來的 它是正準備要蓋的一塊地 所以說我們就是先去看看 比如說樣品屋啊 或者是看看他們曾經已經蓋好的房子 裡面用的材質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好 那我們還是繼續看好了啦 所以後來我們在看完 限定那個施工的土地之後呢 我們看也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決定跟他們去那個 就是他們已經蓋好的物件 去看一下裡面用的材質是什麼樣子 然後在沿路他開車在我們過去的路上呢 他們就是有邊打電話 就是好像跟上司在溝通 還怎麼樣之類的吧 然後類似就講說 就是現在是不是哪一間又有人進來要申請 或者是哪一些人要放棄之類 反正他就是有在講電話 後來他掛掉電話之後 他就跟我們講說 好消息就是 剛剛就是你們說喜歡3號的房子嘛 然後3號的那個人呢 他後來想一想說他決定放棄了 然後但是呢 壞消息就是我們原本說剩4號 但4號的那一棟呢 卻已經被人家申請了 所以說 現在一想起來好像 我們的機會來了耶 我們的機會來了就是等於是說 我們的那個第三號棟又有機會可以買 只要我們去現場看了那個 內部的東西用的材質 我們喜歡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 遞交買票了 然後我們講說好… 那我們就去現地看吧 但是他也有說呢 因為這個3號棟的 原本申請的那個人放棄這個消息 也有同步傳給那些其他的 就是也許昨天有來看房子的人 跟在我之前來看房子的人 都有也有跟他們講說 現在3號釋出的這個消息 所以他說如果我們要決定的話呢 可能要快一點 然後因為它的價格其實說實在 也真的是還滿合理的 所以我們其實我跟小明那時候也是覺得 如果只要現場看那些材質 覺得OK的話我們基本上就會決定要購買了 所以我們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就開始看他已經蓋好的一些設備啊 洗碗機啊 廚房啊 或者是窗戶用什麼窗啊 是不是兩層的玻璃啊 然後壁紙的那種感覺 門框啊用的那種感覺 我們就看看看 然後看完了之後呢 就開始我們就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要填資料了 那時候其實我們已經 幾乎是八層決定要買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不動彈就開始在問我一些關於 比如說我的年收 或者是關於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講說我是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我是年收是多少之類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填填填 然後再幫我試算 就是如果我要貸款的話是OK不OK 但是因為我之前的房子 我曾經有沒有買到的房子的時候 我已經遞交過我的那個貸款申請 而且那個貸款申請是過了的 雖然說跟現在的房子是不一樣 但是至少我有曾經有貸款借信貸 就是正式申請前的審查 就審查已經過了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要買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說沒有問題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邊講的時候呢 他就是我們那個業務又會邊一直在接電話 就是說他上司一直有在打電話給他 因為他們好像說現在的消息就更新得很快 所以他就是一邊跟我們介紹 他也是邊一直在接電話這樣 然後我們也是還滿納悶的 就覺得到底在搞什麼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說什麼 他等一下上司就會過來跟我們挨拶 會來跟我們打聲招呼這樣 叫我們等一下… 然後我們就在邊跟他填資料 填到一半的時候突然間呢 這一刻我真的是完全忘不了 突然間呢就有一個人進來了 應該是他的上司 就終於到了 他上司一進來之後就跟我們說 對不起 就說對不起 就是剛剛你們看的那個三號洞呢 就在剛剛已經被人家申請走了 所以說今天我們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送你們到最近的車站吧 大家有沒有突然間覺得這個 劇情突然間改變得非常快 結果我們還正在討論 還正在填資料的過程中呢 然後呢 房子 最後一棟房子就被人家買走了 哇 我以前這個東西我真的以前只有聽過 只有耳聞過 沒有親身經歷過 沒想到這一次是真的被我親身經歷到 就是你在申請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已經被人家申請走這件事情了 而且他說那個人呢 好像也是貸款沒有什麼問題的人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去當二番手的話呢 就是被醫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也是沒什麼機會的 所以後來那個不動產就把我們送到 就真的就這樣結束了 真的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再跟我們五四三了 就是直接也沒有說什麼 那不然你們要不要申請第二啊什麼之類 他完全沒有跟我們講這些事情 就直接說你們最近的車站是哪裡 我們送你們去吧 所以就結束了我 近期內我覺得最有機會可以買到房子的 一次看房啊 說真的呢 我看房子看到現在呢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難買啊 然後真的是一路幾波的波折 說真的呢還想不到最後連這種 半路殺出個陳妖精都被我碰到 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就來想說機會難得 也在這個這邊分享給大家一下 然後那邊的環境說真的我們還滿喜歡的 因為它畢竟離那個很大的車站 生活經驗非常棒的一個車站 它走路真的是12分鐘 然後離它最近的車站又只要3分鐘 所以我真的覺得 各個條件都還算OK 雖然說離它最近的那個車站呢 比起來是屬於比較小站 然後感覺上有點蕭條的感覺 但是其實呢 因為畢竟它也是可以選擇大站 來當作你的生活經驗的主要車站 所以我覺得那個物件呢 基本上應該算是 真的是很好的條件 所以能夠在發售日 大家知道嗎 還記得嗎 它是在我發售日的第二天喔 發售日的第二天 它的試動都全部完售 我覺得真的是 厲害 所以真的目前在日本真的好的物件 通常消息一釋出來 基本上你很快就必須要去做一個決定啦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近期內 買普通產的一個簡單的小故事的分享 大家覺得怎麼樣了 對 想不到又要再打回原型了 但是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棟 目前也還在接洽中 那一棟其實也算是滿有機會的啦 目前我覺得 雖然說之前剛才說的那棟已經沒有機會 但是還有一棟我覺得它大概 應該是有六七成以上的機率 也許可以買得到 我現在不敢爆太大的西方 因為光是發售日第二天的我去 都能夠半路殺出個陳曉晶被攔壺 其實還不知道它接下來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也並不是想要說 一出來就隨便亂買那種類型 我們真的是會看到非常多的東西 甚至連那種現在的土壤污染啊 或者是附近的鄰居啊 當然你不能夠直接去問人家的附近領域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去看看附近的環境啊 就是我們真的是問得非常細 就連我一個不動產的朋友 他都會說哇賽 你們也看得太細了吧 對 就是一般人不會看到那麼細 因為畢竟買房嘛是一個很大筆的購入 也許是目前人生 也許未來也不知道 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購物也不行 所以說我跟小米其實都還滿謹慎的啦 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所買房的近期的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想要知道我在日本的一些其他生活的情況的話呢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我現在上了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才不會錯過我的一些影片喔 另外你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 會用最實質的方式來支持我喔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想買房子啊